赵旅文化 祝您新春快乐 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潘汉 我们国家遭遇这次疫情之后 周边国家有很多国家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当然有大有小 在其中日本的表现咱们这么讲 真是最突出的 从官方到民间 日本都显现出了非常大的热情 日本官方执政党高层 亲自到中国驻日大使馆来慰问这个事情 并且表示日本将尽全力帮助我国排解疫情 而民间我们看到最美的一句诗词就是 日本发过来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还有很多日本人自发的在日本城市街头搞募捐 写标语武汉加油武汉挺住 日本人这次真是付出真心的来帮助我们度过疫情 有很多朋友们会问 中日历史上毕竟有过那段历史 日本人对我们是有巨大伤害的 那么日本人这次是真心的要帮我们度过疫情的吗 我跟大家讲 是的 这一点我们不用怀疑 因为过去这些年来 中日之间的经济交往太密切了 对于日本来讲 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日本要受到的损害不会比中国小多少 尤其是别忘了 今年还有东京奥运会 现在国际上就已经有传闻了 很多欧美国家质疑 说现在这个状态 日本的东京奥运会还搞不搞得下去 大家知道吗 如果我们中国的疫情控制不好 扩散出去了 最先受到波及的 那就是周边国家以日本为甚 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讲 今天帮中国就是帮他们自己 咱们都不用举别的例子 咱们就说旅游这一点就可以了 日本在去年前年就制定了野心非常大的旅游计划 日本说到2020年就是今年 东京奥运会举办这一年 日本希望它的海外游客达到4000万人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日本就在去年还推出了离境税的政策 任何人你到日本旅游 你离开日本国土的时候 你得给日本交一笔离境税 即便有了这个离境税 也架不住有那么多人想到日本旅游 一年4000万游客 这其中有一半要来自大中华地区 而且中国人到日本旅游 还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咱们太清楚了 哪个去日本旅游回来的人 不是大包小卷的背一大堆日本产品 日本的化妆品 日本的药妆 日本的电子产品 甚至以前我们批判过的日本四大傻 什么东西中国人都喜欢 对于日本人来讲 旅游上赚中国人的钱 能赚太多了 赚到什么状态 赚到日本的高端化妆品 自生堂 要在日本多开几个工厂 以满足中国人旺盛的需求力 在这个状态下 咔崩 疫情来了 中国人居家隔离了 不要说出国旅游 连出小区都不太愿意出了 那么日本将遭受到多大的经济上的创伤 日本人今天就已经计算了 整个春节期间 就有几十万本来要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 不去了 去不了了 半个月 一个月 日本能承受得了 日本最担心的是 未来旅游业会不会长达三个月 半年都是如此萧条的状态 那样的话 日本可就真的担心了 所以 日本今天绝对是真心的帮我们 他们太清楚了 赶快帮助中国渡过难关 是解救日本经济的好方法呀 当然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我们中国人也是知恩图报的 今天我们就在很多社交媒体上 看到有一些朋友们留言 大家说我们的疫情是一定会度过的 少则一两个月 多则两三个月 我们这些在家里被逼疯了的人 未来是有一股强大的 报复消费的欲望的 那个时候该吃吃该喝喝 大金链子小手表 一天三堆小烧烤 而且还要出国旅游 有很多好朋友们就说 我们记住了 在这次疫情来临的时候 谁对我们好 谁对我们不好 谁今天对我们好 我们以后就到哪里去旅游 到哪里去消费 谁今天对我们不好 以后一辈子都别指望我们 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啊 这次疫情 未必不是修补中日关系的 好机会呀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 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 下回分解 嗯 看下回路了